第六集 她刚走而已 我就叫小莉过来 叫她暗中跟着张翠华 有什么情况 立刻通知我 我心里面总是觉得 这个张翠华身上都有问题 无他 他实在是太冷静了 这件事太过离奇了 这家人一个被一个古怪 奸侄仔实在是 老张捧着杯茶 在我对面坐下 一面愁容 那个样子 好像这件案子 会让她退不了休 老张啊 你都几多年的老刑警了 什么事没见过 那你都信的 你别说 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真的遇到几件离奇的怪事 过几张案子 到现在还是圆案天 这种事 谁都说不清的 我一见老张又准备开始 这些人有交叠 想从这些人入手 看看可不可以拿到线索 同时 叫人跟张翠华所在城市的警方沟通 请他们协助调查一下张翠华 接着又叫两个同事去调查张国华 同时查证下 他昨晚是否真的在公友家借宿 没办法了 目前几乎没有任何的线索 只可以在这些地方入手 大海捞针了 做完这些已经是晚客了 小李打了个电话给我 他说张翠华日头去公务 拜祭了他的父亲 然后去火车站 买了明早七点离开的火车票 最后 去了他们家的老宅 就再都没出来了 应该是 准备在那里过夜 我心里一紧 我越来越觉得 这个张翠华有问题了 这么多年来 他都不回老宅一次 为什么今次 他选择在这里过夜呢 我叫小李监索点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小李就说了 那家老宅这么邪 他不敢晚上在那里蹲 唉 我无奈之下 唯有自己去到安水街 他才勉强答应 跟我一起在那里监住 我前一晚 刚职完一个通宵的夜班 又整晚都没合过眼 加上车里面 空气沉满 我好快就有种 头重脚轻的感觉 小李看得出我好累了 他好不好意识地说 叫我先睡一会儿 等他顶不住了 再叫我起床换他 我就没再拒绝了 把靠椅调低 躲上去就睡着了 我是被小李熬醒的 抹开眼才发现天快亮了 已经去到早早的七点零四分 小李好紧张地 看着老宅的大门 他小声地说 龙哥 龙哥 不是挺对的 怎样 我坐起床 瞩了一下眼 向着窗外 望了一条街 几个卖早餐的小贩 已经开始望着出摊了 又哪里不对呢 那个张翠华 明明买了今天早上七点的火车票 为什么现在还没出门呢 小李的说话 顿时令我打了个阵 对了 确实有点不对了 难道张翠华睡过了 我心里面有点害怕了 那个胸口 好像吹着口气 吹不出来的 很难受 我又望了那座老宅一眼 越来越觉得 不是路了 不是 一定在哪里出了问题 我拉开车门 跳了下车 跑到那座老宅的门口 犹豫要不要敲门呢 那座黑妈妈的大门 突然打开 门就开了 但是没有人出来 里面又没有灯 看起身黑妈妈的 确实有几分音心的味道 我拿出战术手电筒 向里面一照 里面看起身 是客厅的摆设 家具用品都很老旧了 样式都是上世纪末的风格 看起身应该有点年头了 屋里面没有人 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栋门 门开着 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厨房 最里面的角落是一把梯 可以通去二楼的 刚刚走入门 我心就害怕 我闻到一阵淡淡的血声味 我用手电筒照了一圈 都找不到电灯的开关 就在我准备 继续向里面走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响声 就好像那些座剧烈房洞 撞在地板发出的哒哒声 我后面的小李 的臉立即白白 他哒哒哒哒地说 哎呀 就是这个声了 昨晚他们听到的 那个骑木雷的人 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 我一听 心里面一紧 我叫小李看着门口 拿出窗就向二楼冲 因为这个声 是由二楼发出来的 屋里面没有开灯 楼梯都很黑 就算拿着电筒 能见到都很低 虽然说我不信什么鬼神 但是到了这种时候 我的心跳 都不由自主地快了几分 一到二楼 血声味就更浓了 我心头沉重 一手举着电筒 一只手握着枪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二楼的环境 二楼有一个走廊 走廊的两边有两栋门 应该总共是有四间房的 我摸着呼吸 放轻脚步 顺着走廊向入面走 突然间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身 在最右边的房间传出来的 我心吸了一口气 快速冲到房门口 举起手枪 一脚扬开那栋红色的门 在门开的瞬间 我已经将手电筒和手枪 都对准门入边 同时 一阵浓郁的血声味 撲鼻而来 你现在听着的是 最凶档案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最凶档案 第七集 房间很简陋 一张床 一个木衣柜 窗帘被人拉近了 窗旁边 放了一张写字桌 在房间正中间 对着房门的位置 有一匹不停摇晃的木雷 我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木雷放动的时候 木雷的蹄 撞击地面发出的声音 而在木雷的背上 有一个 全身赤裸的老妇人 正是张翠华 她这个时候的样子 与之前的陈老太 几乎一模一样 腹部有一支木棍透体而出 腺血淋到木雷的背上 周围都是 而且 还没完全凝固的 张翠华 早就没了呼吸 我仔细搜查了一番 确定屋里面 没有其他人 才扔出手机 通知老张 和警队其他人 我注意到木雷下面的地面上 只有几滴 没有完全凝固的血迹 看来 这里仍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否则地面上 应该会有大量的血迹才对 那几滴血 应该是尸体被移动到这里之后 因为血液未凝固 所以滴落 我小心翼翼地 将洞窄上下两层 都搜查了一番 没有发现任何人 甚至连有人 进过来的痕迹 都找不到 我心里面 很狐疑 我进来的时候 木雷在那里放毒 那肯定是有人 推过它造成的 而且那个人 在我进来之前 刚刚才离开无奈 那为什么我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呢 门口有小利在那里看着 里面的人 不可能在门口出去 跳窗就有可能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我进来之后 没有听到任何声 很快 我就听到 柔软而近的警帝声 警队的人到了 我应该查看的 都已经查看了 静低下来 就要交给法医了 我走出屋 等做完堪策工作 回到警局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警局里面的同事 面色都不是很自然 不停地 在那儿小声地议论 其中都不乏 闹鬼等字眼 酸队的面色 都不好看 我按下隐隐作痛的头 脑里面乱成一团 不过 现在可以判断 很可能 是报复性杀人 如果不是 空手没必要 一直对陈老太的家人 落手 但是 又有点说不通 陈老太 神神化化 几乎不同人 有交集 二十年了 会惹下什么仇家 还是张翠华与人结仇呢 空手为了报复 先杀了陈老太 再杀了张翠华 但是这种可能性 实在是太低了 张翠华远在外省 三十多年 都没有与陈老太联络过 空手就算要报复 都会找他身边的人 落手 而不是千里迢迢 走来这里 找一个神神化化的黑婆 哦 还有一种可能 亦都是目前为止 最大的一种可能 就是张国华同人结仇 对方为了报复 对他家人落手 我已经问过 盯着张国华的同事 张国华还没离开DIS 昨晚依然是 借宿在那个工友的家 我立刻联络张国华 叫他来警局找我 不够二十分钟 张国华就到了 电话里面 我已经跟他说了 张翠华遇害的消息 张国华面色不好看 似乎是昨晚没睡好 打了哭怒 我叫他坐下 准备问他话 这个时候 技术部的老仰 推门进来 递了一个密封袋给我 里面有张信纸 死者鞋垫下面发现的 我一听 我一听 打了个凸 鞋垫下面 同时我察觉到 坐在对面的张国华的身体 微微地震了下 我接过密封袋 特意不让张国华 看到信纸上的内容 同时不动声色地观察他的反应 果然 张国华似乎对这张信纸 很有兴趣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张是一张早就发黄的信纸 应该都有不少年头了 这张纸大部分的面积 都是空白的 之后最上边的一行 有半句说话 障碍国该有的下场 然后就是落款了 金正1988年3月23日 我看着这两句简单的说话 心里面一动 这里面提供了 很多关键的信息 我直接站起身 带着老样就往技术部走 将张国华一个人浪在这里 这张信纸实在太关键了 从纸张呈现的色责 就可以看得出颇有年头 上边的落款都印证着这一点 而1988年3月 刚好就是26年前 陈老太的老公张爱国出事的时候 信纸第一行的半句话 是顶格写的 应该是一句话的后半段 看起身 应该是当时写信的人 已经写满了一张信纸 结果还有半句话未写完 所以又拿了一张信纸 写完这半句 然后才是落款 这封信是26年前 一个叫金正的人写的 中党案 第八集 我叫老洋 带我去到操作间 操作台上放着一对 有些老旧的女色土布鞋 一个同样老旧的布包 以及一些现金火车票身份证 和传接之类的零散物件 这些正是死者张翠华的物品 还有没有什么发现 所有东西都验过了 没有发现除了死者自己以外 其他人的痕迹 只是在鞋垫下面 发现了这张纸条 老洋停顿了下又说 陈信纸上的痕迹来看 应该才刚刚放入鞋垫几个小时 我点了下头 心里面快速分析这些信息 张翠华应该是遇害之前无奈 才将这张信纸放入鞋垫里面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说 他已经提前预料到 自己可能会遇害 特意留下这张信纸作为线索 这张信纸上 直接的信息 只有一个人名和一个时间 再有就是半句 不明就理的说话 他又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张翠华的衣服 我们没有找到 对鞋就留在床边 说明他很有可能 在睡梦中被兇手脑走的 杀害之后又带回老宅 咦 想到这里 我忽然觉得有哪里不妥 又回头 仔细望了眼操作台上的物品 突然间 我想起了 他的拐杖呢 老样表示 所有找到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没有的话 就说明不在路宅了 我心里面一沉 张翠华都没起身了 就被人脑走了 鞋都没来得及穿 拐杖就不见了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走着眉头 走出技术部 张国华坐在刚刚的位置上 向技术部张望 看到我出来之后 立刻跌下头 我不动声色地回到桌边 递了支烟给张国华 喂 你知不知道当年 你父母结交的人里面 有一个叫金正的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直在观察张国华的反应 但就发现了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变化 只是跌下头想了一阵 一拍大笔话 你这么说的话 我真是冷起身了 当时我老爸有一个 特别要好的朋友 好像就是姓金的 我爸爸经常带他回家吃饭 叫我们去金叔叔 好像 跟我爸爸是同事 我一听这句话 顿时眼前一亮 同事 张国华的父亲 张爱国 当年是个木匠 他的同事 如果真是这个金正 应该都是个木匠 而这个陈老太 和张翠华遇害的 两宗案里面 都有手工做的木雷 这个 绝对不是巧合 接着 我又问张国华 有没有和人结果仇 张国华说 这么多年来 的确是和一些人 有个拗叫 但都是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多数 过几天就没事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 如果是结仇的话 可以说是没有的 我又问了几个 相关的问题 都没有得到 什么有用的讯息 我就点下头 叫张国华 可以走了 但是张国华 就没有立即离开 在那摸摸蹭蹭地 不肯走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望了他一眼 自从老样 拿来那张信纸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全身不聚财了 于是我开口问 怎么了 还有事吗 那个黄警官 你们在张细华的 鞋里面发现了什么 一封信 信里面提到 刚才问你的金正 我一直仔细观察 张国华的反应 但他的表情 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他犹豫了下 又问 还有没有 没有了 你想说什么 他似乎很为难 面上写满了糾结 最后叹了一口气 说 没事了 张国华刚刚走 我就把小李和大曹叫过来 叫他们暗中盯着张国华 仔细留意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觉得 张国华身上一定有问题 由他刚刚的反应来看 他一定是隐瞒了什么 我立刻去文政局 调出当年张爱国的档案 我查到 他当时在一间建筑公司做木工 这间公司 后来被国家收购了 这样一来 资料保存得 还算很完整 很快 我又查到 那间公司当时 果然是有一个叫金正的人 同样又是个木工 很快 我就查完金正的讯息 他现在已经退休 在乡下安享晚年 而他的乡下 就在离地线六十几公里的一个山村里面 我立刻叫老张 开车前往那个山村 前半段还是二级公路 后半段 就全部都是山路了 部车开得很慢 等我和老张到地方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六点几了 这条村不大 我们找了个人打听了一下 很快就有金正的消息 而且金正在这条村里面 似乎有些名气 有空的时候 会和村里面的人 订制一些木工 居民他做的事 很受欢迎 甚至附近一些村镇上 会有人专程过来 找他订制 你们都是来找他做木工的吧 不过他最近好像不在家 我都很久没见到他了 拉我们子路的阿伯 善意地提醒了我一句 我的心又沉了下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 金正好几日没店铺 看来我们多半都是找对人 金正住在条村边缘 一栋自建的独栋二层小羊房 还带个私家花园 周围没什么邻居 小羊楼的后边 是一片赛地 我们找到这里的时候 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了 远远地几户人家 逐渐地亮起了灯火 但是金正的院里面 黑妈妈 似乎真的没人 我们敲门敲了半天 都没人认 我叫老张在外面等我 我自己翻墙 入了院里面 你现在听的是 最空档案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最空档案 第九集 天还还没黑曬 天还没黑曬 院里面的东西 大致都看得清楚 金正的家里的院很乱 打横打动地 摆放一些木材 还有一些木工的半成品 和工具 我随手撿起一粒钉 忽然觉得有点眼熟 仔细一看 我杀时间打了个冷震 陈老太和张翠华的尸体 所骑的木雷上面 拆下来的钉 不是和这个一模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我心里面一紧 立刻按出手枪和电筒 我大气都不敢休息 慢慢向着那个声音的方向 走过去 这种声音 我听过 就是那天 在陈老太家老宅里面 听到的 木雷脚撞击地面的声 这个声音 很小 我听不出具体的方位 我只可以隐约判断 是由前面这栋小洋楼里面 传出来的 我没有开手电筒 我拿着把枪 慢慢摸过去 一楼的枪没有锁 我由枪 回到屋里面 我进来的位置 刚好是客厅 那边有一个楼梯 通往二楼的 那个声音 似乎是在楼上传出来的 我捧着手枪 小心翼翼地 顺着楼梯向二楼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额头上面 已经全部都是汗了 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在警队里面 都是出了名冷静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环境 多少都是会有点紧张的 二楼有一条走廊 走廊的一旁是两间房 另外一旁是一个露台 那些声音就在露台中传出来的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 一脚踏开露台的玻璃门 同时一手拿枪 一手打开电筒 对准露台 这个时候 我终于看到 这个声音来自哪里了 在露台的边缘 有一批木雷在房间 木雷的提 不停地敲击地面 发出嘚嘚的声 好像有人 骑着木雷在跑 而木雷的背脊上 坐着一个人 背影看来 应该是个男人 转过来 不要扮鬼扮马 我把电筒照着他 同时窗口都对准了他 那个人 就似乎听不到我说话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心一沉 正准备上前查看 那个人突然动了 我下意识就想开窗 就看到 那个人骑着木雷 一起弹了起身 直接在露台上跳了下去 我一怕 立即向露台的边缘跑过去 但是 我就听不到想象中 应该有的 宠物落地的响声 露台的下面 就是刚刚我进来的院 我跑到露台边缘 扶着栏杆 用手电筒向下照 院里面 还是刚刚这样 一点变化都没有 也完全没有那批木雷 和那个人的踪影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背后有人 都没来得及转身 一只手 已经踏在我肩膀上 我整身一紧 下意识地矮了下身 同时 立即转身 将电筒和手枪对准身后 我开枪啊 我突然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 仔细一看 面前的人 是老张 我松了一口气 我问老张 为什么会在我身后 不是叫他在外面等我 老张就说 他听到我踢门的声 以为我出了事 立即翻墙冲进来 我来不止 跟老张多说 我方方张张 向楼下跑 刚才那个站在木雷上面的人 在露台上 骑着木雷 一起跳下去 为什么会没有声 那院里面 为什么都没有人呢 老张不明就你 跟着我跑下楼 院里面 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抬头 望了下露台的位置 什么都发现不到 我把刚才件事 跟老张说了 老张顿时面识一变 拉着我就向外面走 老张你干什么 这个地方明显有问题 我们都没查完 我拼开老张的手 老张一副紧张的样 小王呀 我知道你不信鬼神 就算里面 真的是拼住空手 他在暗厨我们在明厨 对方的手段 这么诡异 太危险了 老张的理由 明显有点奇怪 看来 他真的被那些 看起身诡异的伎俩 吓了 我没有跟他咬 但是我坚持 要把房屋再搜一次 既然老张不愿意进去 那就押他守住门口 同时盯住院里面的情况 二层小洋楼 每一个角落 每一间屋 我都仔细地搜查了一次 但是依然 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无功而返 回到院里面的时候 老张的声音 都已经不是很自然 小王呀 现在我们 总算可以回去了吧 我无奈地点了下头 我无奈地点了下头 院门下了锁 我们唯有再次翻墙出去 老张年纪大了 我托着他 我托着他 让他先爬 等他落地之后 才翻上墙头 那院长其实不高的 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 站在院长上面 直接就可以跳下去了 然而 就在我刚刚跳出墙头的瞬间 我轻转头一望 就见到院里面有一个人 他站在木雷上面 眼睛睛地望着我 你现在听着的是 追凶档案 你现在收听着的是 追凶档案 第十集 现在 天已经黑了 就算有月光 都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 只可以模糊地看了个大概 应该 就是刚才我在露台上 见到那个人 然而见到他的时候 我已经跳下来了 就是在我落地之前 匆匆地望着一眼 我的心又一紧 刚刚落地 都没站稳 我就再次转身爬上墙头 然而院里面 还是那些木料 和半成品之类的东西 并没有我见到的那个人 小黄啊 又怎样啊 老张站在墙下看着我 语气中 带着狠球的意味 我说 我好像又见到那个人了 老张顿时打了冷阵 立刻问我 喂 你不是不信鬼神的吗 如果真的是人的话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不见了 还一点声都没有呢 肯定是我看错了 我心里面都不是很确定 刚才自己是不是眼花 再看看老张这样的样子 唯有再次跳下墙头 准备回归了 老张年纪大了 有轻微的心脑血管病 再等他这么紧张下去 我怕他身体出问题 回到地市的时候 已经就来凌晨十二点了 我叫老张回去休息 自己回警局报备 回到警局办公室 已经没人了 老张刚好由技术部出来 很明显就刚刚加完班 准备回家 他一见我回来 立刻又转身回办公室 拿了份文件给我 原来是张翠华的 试检报告出来 我做完报备之后 拿起试检报告开始看 立刻 我就觉得眼前一亮了 张翠华的试检报告 其实和陈老太大同小异 致命伤同样都是 胸腹部的木棍创伤 体内未发现残留的药物 而且死者同样都是没有挣扎过的痕迹 法医推断应该在无意识状态下 被人杀害的 比如睡梦中 或者是昏迷中 引听过注意的 是张翠华空腹处的创口 刚刚好又是肝状的位置 而他的肝状同样缺失了 看到这里 我几乎可以确定 两副尸体的肝状都不见了 肯定不是巧合 是空手出于某种目的 故意拿走了他们的肝状 张翠华的试检报告里面 还有一条信息引起我的注意 是他的指甲里面 发现了微量的残留物质 经过对比 正是那张信纸同样的材质 而且里面还有少量的碳 经过对比 确定为墨水 仔细对照之后 技术报确定 张翠华的鞋里面那张信纸 没有指甲留下的画痕 也就是说 张翠华指甲里面的物质 不是来自于那张纸 而是其他的信纸 但目前 只是找到一张信纸 而且是张翠华刻意藏在鞋垫里面的 那本来应该存在的另外一张 或者是几张信纸呢 最大的可能 就是被空手拿走了 这个时候 我又想到一些可能性了 如果成立的话 很多疑问就可以解开了 张翠华三十几年没回过老宅 但偏偏就在昨晚选择回老宅过夜 很有可能 就是为了回去找一封信 但空手似乎不想让那封信 落入张翠华的手里面 所以杀害了张翠华 拿走了那封信 然而张翠华似乎预感到 自己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事先将那封信的最后一页 收在自己的鞋垫里面 但这样一来 又有一个问题说不通了 如果空手知道那封信的存在 为什么不提前拿走它呢 而是非要等到张翠华 拿到封信 才杀人灭口 难道 空手不知道那封信在哪里 只有张翠华才知道 还是有很多地方解释不通 我有点头痛 暂时放下这些想法 回家冲过梁就睡觉了 一觉睡到天亮 等我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七点半了 我爛起身就立即赶往警局 将案情的进度 和那些分析的思路 都和孙队回报了一次 孙队点了下头话 有线索就好 我立即安排寻找金正的行踪 你就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走 需要支持的地方 尽管找我 我有点惊讶 孙队是想着 完全将这宗案交给我 你不及多想了 在孙队白屋室出来之后 我就见到一个人 在门外面向里面张望 这个人就是张国华 张国华一见到我 立即跑过来 他说他有事想问问我 黄警官 那个 比如说 我爸当年藏了一笔钱 但是没人知道 现在找到了 这笔钱应该归我吧 我一听 顿时眼前一亮 不动声色地说 你爸爸当时的钱 和现在的钱早就不同了 你就算拿到那笔钱 都用不到的了 张国华笑奇奇地说 又没有说是言根 如果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如果现在找到了 政府不会没收的吧 我心里面一沉 张国华果然是有事瞒着我们的 而且 这件事涉及到张爱国 又涉及到财产 那很有可能 会是破案的一条关键的线索 你现在听着的是 最空档案 这件事涉及到财亡的线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